周杰伦的循环演唱会首站在台北小巨蛋举行 三场三万张的门票早就卖光 而香港场也开出了宏馆有史以来的最高票价 800元港币 折合台币3635元 比张学友还要高 周杰伦不止身价高 连演唱会门票也喊出最高价 9月份他将在香港宏馆唱8场 传出宏馆开出有史以来最高票价 880块港币 逼近4000块台币的新纪录 SHE跨海道香港开唱门票最贵 不过喊到680块钱港币 反观周杰伦三年前在宏馆的最贵票 不过480块港币 今年却贵一倍 但其实同样价格在台湾的小巨蛋却只有二楼的位置 还是有不少的歌迷狂腔 唱片公司表示海外的部分宏馆票价由主办单位根据成本锁定 这次标榜360度的浮空立体成像 暗藏许多特效 还牺牲了4000个座位 只做三面台 其实通通反映在全本上 而周杰伦在宏馆卖出最贵票 比张学友跟陈奕迅等前辈还要高 也俨然成为了最贵的过江天王 多新闻这么报道